因为昨天我们去厨房里面的东西买了很多回来 然后准备今天开始做饭 然后旁边就是那个街道 我们出去买点小菜回来 ok let's go let's go 哇塞 干嘛干嘛哟 跑这么快 我们这住的房子环境还是比较好 走出来最多就是50米 外面就有一个街道卖杂货的 然后买那些蔬菜土豆 我们今天出去买的东西不多 就买点生姜大蒜还有洋葱 因为牛肉的话下午大街哥去买了一公斤回来 已经在锅里面炉起来了 罗斯芬那个 没做到哦 买点小米辣回去等下炒牛肉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卖的 就只有玉米 甜甜的 那里有那里 在那里买了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牛皮菜啊 在这里烤个玉米吃啊 你喜欢吗 yes i like 哇塞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啊 哈哈 罗斯芬你想什么她漂亮不漂亮 这玉米多钱一个 sintoro hi i miss the best hi i miss the best ok要不要 有不要 你来 你要那我们搞一个 我们两个人搭合吃 一个人一半 真漂亮啊 他就是在这里卖玉米的25块钱一个 这边还有还有包菜 别再买一个这个 罗斯芬看不起被one piece one piece ok了 因为现在冰箱没买好 然后菜买多的话也吃不完 不坏 31 piece 31 piece 哦 ok 你问一下他哪里有那个 Zingibur 还有来自新鲜 那边 那边 ok ok 好好一个了 给他们你先吃你先吃 还有米特没大呀 搬一个搬一半给我 我要前面的吗 你还是说这个好的给我吃啊 哦他这个是一个50一个50 哦他不慢公斤慢 买两个嘛 买一百块钱的买摩托本 我说了他妈不 啊 摩托本六块块钱啊 可能下午也会旅行啊 那怎么一直在下午 一直在看这个美女 yeah yeah thank you so much 什么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zahay zahay yeah bindy sang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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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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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六十给他嘛 没有 没有 我忘记了 哈哈 他知道我兜的钱 我拿去拿去拿去 拿去付给他 给他六十嘛 切给来了 ok 切给来了 拜拜 一般 我们去买新疆和大蒜 他这里没有卖 一斤 这买新kilo 一买新kilo 一买新kilo 海带自行物资 买新kilo 也是买一样买一斤吧 一买太多了 土豆等一下买两个 哇 这里有大蒜 大蒜可以多买点 这个买安的kilo 安的kilo ok 大鸡哥今天还是说话比较顺畅啊 还值得沟通呢 yes 1kilo 送到了1kilo 1kilo 一根鸡 这个一公斤多少 260 嗯 260 260买一公斤 买一公斤 这个菜比德巴汉还贵多了 德巴汉的话这个就好像就100多 150 150 嗯 贵差不多小一半的 我问他这 我问 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男朋友 这个玉米烤得有点生啊 没那么好吃 啊 女孩子长得漂亮啊 没事的时候出来就买颗玉米 照顾他买一个 那顺便可以看一下美女 免费的 这里没生姜啊 再买点饼干嘛 半年饿的时候我们吃嘛 这个你看起来就应该好吃 你没吃过 b4 又好五亿腿吃吧 好吃 呀 那就买一个这个再买一个这个嘛 买两个 我生姜有是吧 这里有啊 这边啊 那买 干嘛 请客了 好了 好了我们需要东西买好了 五公斤面粉 两个饼干 还有大蒜 生姜 算一下多少钱 这里的物价比德布尔汉贵了三分之一 像这个大蒜 你想我买150 最贵的是200 他这里一来就是260亿公斤 特别贵 哦920 OK 给他给他 920 才70块人民币都不到啊 其实这些菜如果是在以前我德布尔汉那里买的话 最多可能就是600块 这里他的物价确实贵了三分之一啊 现在我们买的菜全部都弄好了 他们两个齐着 然后来到这里看见有这个豆子 给他买几个吃一下 他这个豆子不是豌豆啊 之前我买的时候都以为是豌豆 是他们当地国家的一种特有的生产的豆子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嗯 就开始爆了 现在可以了 我都吃了几个了 刚才吃了几个还是生的 还是按那个杯子卖的 咖啡杯一杯十块钱 一毛多钱人民币 这里就是我家出来的外面大路上面啊 这路都是 五坡 这种十字路啊 这来一条铁路 他来 他来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你到星期星期天我去大家喝咖啡 上天我去家 到大宝呢 哈哈 哈哈 ok ok 那明天我过来买玉米 但是我没有他电话号码我怎么联系他 我可以 你自己会喝咖啡 我可以喝咖啡 你喜欢咖啡吗 ok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咖啡 你可以说英文 哦,她一半一半啊,好 刚才女儿子漂亮,现在我们把菜买完之后回家了 她喜欢你,她都喜欢我 没关系,后面喝咖啡嘛,我们去她家里喝咖啡 她没有丈夫 她没有丈夫 你丈夫 可以啊,怎么不可以 罗斯本什么都打探得清清楚楚的 看来她别会来事了 好了,现在猜我们买完了 现在准备回家去做饭 哇,地狗乖乖,这边就太多人了 人山人海的 这些正儿八斤的八截神经代 感激啊,现在在国内应该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们现在过来买羊 哇,这里好多 没关系,放在这个袋子里 哦,那个是两公斤是吧 哦,对,刚才她那一盘是两公斤,两公斤一百四 这是一个一个卖吗 三个十块是吧 然后大海洛要多拿一个,十块钱她不愿意 哇,她这里一堆是二十块 三个你三个吧 不要多拿她的三个 OK,给她十块 你想占她的便宜啊,人家不愿意 今天这个天气还非常好 今天这个天气还非常好 没有太阳,然后非常的舒服 好多人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个市场里面 估计有两万人 两万个人应该有 太多了 这个是煮什么的吗 煮茶用的是吧 可以 可以,可以,拿一个 五百五百五 接近四十块钱 四百五,四百五老板不愿意 五百了,又谈到 多少 四百五,刚好三十块钱人民币 哈哈哈哈,看得到你们两个本地人是一个好处啊 讲家的话,他们本地人直接可以讲下来 像我们中国人的话 五百五就五百五,一毛钱不给你便宜 爱买不买的 这个不是那天我们去那个威力集团们拿来喝那个大辣的吗 对 来粉罐子啊 他这个也可以卖 这个卖多钱一个 三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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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八个,两块钱人民币啊 嗯,这些东西什么都能够卖得掉啊 在这是 那个 那个那个漂亮,对 那个颜色好看 可以,这个多少钱是呢 三十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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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块 都不想一样,他们本土生产东西都是特别便宜 这边的感激方式和我们国内不一样 国内都是大早上的就出去感激 那边是大下午都还在感激 这袋子破了 快点 全部掉地上把它捡起来 人家没提到家全部就扫在地上了 等一下 好,让老师们再去买个袋子过来 OK,兄弟们,我们现在到家了 看一下今天买了些什么东西 总共花了多少钱 这是我们买的蔬菜 洋葱,柠檬 这个西兰花,花菜 还有一只鸡 好像这里面花起来总共就八百块吧 这个不算那个虎,不算那个虎 就花了八百块当地币 五十几块钱人民币 就买了这些吃的 这里的物价便宜吧 其实这里消费不高 只要是在本地买本地生产的东西都很便宜 OK,我们现在开始做饭吧 不要,乖乖乖乖乖 等一下买了个塑料袋 这里就是一个菜市场 农贸市场 今天我们出来买只鸡 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我一个星期要买三次鸡 但是来这里住了三个月了 一次鸡都没买过 今天我们来找一下 母鸡 我不要公鸡 你还是没听懂 非没有 我那天教过你啊 公鸡母鸡 对,那个才是母鸡 我看一下 摸摸肚子嘛 你光提拉里没用 这个就有肉啊 这个就好啊 这个 对 这个多少 650是吧 650 你看一下吧 扎海罗他知道 他以前卖玉米的 价格合不合适 扎海罗比较了解 以前他就在路边上摆摊 卖烤玉米 就那只肉多 一切一切 一切 一切 大概可以 这楼摩市场挺漂亮的 后面就是大山 山边边的龙马市场啊 好多人 这还是下午十下 这两个兄弟是卖了个塑料袋的 一直跟着我屁股 其实想照顾他一个生意 但是我买鸡 用不上塑料袋 成交了 多少 600 可以啊 这个鸡很肥的 两公斤有 我们三个人可能要吃两餐 这公鸡嘛 公鸡八百 他坐着 哈哈哈 你来还是你来嘛 他女孩子 辛苦了 走吧 去买 等一下等一下 小兄弟等一下 怪 我们买带 买羊村要用上袋子 买其用不上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卖的 哦 那边是卖什么东西的 这边是卖布的啊 他们自己买了回家 自己做衣服用 这里呢 这里卖的小孩子衣服 这好像是二手的啊 这个衣服 我那里还卖柴块的 调料 香蕉 这个袋子有没有发现 八九十年代 我们中国也是用这个的 我妈妈他们那个年龄的 也是买 提这个东西去赶集 买完之后 然后把这个东西提回家 买一个嘛 好 这个小孩子跟着我们几分钟 还终于做了一单生意了 你五块你都说不明白啊 五块 五百三毛多钱啊 这只几乎四十块 刚好人民币 这里居然能看到有花菜卖 还有西兰花 这他不是他们本地产的 买一个这个好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都不上夜了 没有 对 买一个这个 我们买一个回家吃 那个那个好 一个 嗯 我是粉朵不吃的 买少一点就可以了 阿里巴巴 OK 给他四十 四十块钱 两块多人民币 这可能有一公斤吧 可以 OK 今天要把那个袋子 全部装满 那个拿一个吧 拿一个 再拿个西兰花 这个采离子联盟西兰花 对 买一个 二十块是吧 好 拿一个 便宜 哦它是一堆 它不是一个枕的 马里根 马里根 OK 没关系 马里根 哈哈哈 我昨天晚上跟你说 今天早上叫我 你为什么没叫我 我们要去市场里面买鸡啊 你为什么没叫我 今天早上 我睡觉 你睡觉 忘记了 忘记了 行吧 那我们先去银行 反正身上也没有钱了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去银行取钱的话 需要怎么样一个过程 看一下这个砸海� 和螺丝粉差不多一样高 我估计有1米68 在这边很少能看见女孩子 穿衣服穿裙子 把这个大腿露出来的 兄弟妹我们到了银行门口了 做了一个三等车过来 但是三个身上都忘记带钱了 我说银行卡转给他 他又没有银行卡 我说银行卡转给他 他又没有银行卡 让螺丝粉去那个黑金门机里面取200 让螺丝粉他去取钱 付那个三等车费吧 我现在去银行里面取 这个银行是 埃塞河比亚最大的银行 商业银行 他们本地的发工资 企业都用的是这种银行 在埃塞河比亚 特别的银行里面取钱 他是不需要密码的 你直接取一个取款单 然后填好日期 填好自己的名字 再填好自己父亲的名字 把这个单子填好 加上一个ID 递给那个柜台里面 就可以去了 他们这个银行的柜台 一天可以取5万 这个黑金门机只能取1万 然后今天我要取3万 所以我来到那个柜台排队 之前我在另外一个银行 我们中国人取钱 他不用排队 实际就是VIP对接的 螺丝粉跟我说 他们本地的一天只能取1万 然后旁边有个大哥他也取1万 我取不了 我可以取 大概我们中国人可以 你看你们两个站在这里 你这个蓝包标 一个女包标 站着溜水的在这里 放在你的包里 做的U-bug 我没有带包 去那边钱取好了 只取了1万块钱 他没有办法取多的 其实最后就一个月钱 我们中国人去银行带 有很多特权他给我们的 你比如说银行门口 有很多安保拿着B1的 他们搜身的不搜中国人 然后进去之后的话 有一个一对一的VIP 然后单独给我们服务 别人本地人可以取1万 但是我们可以取5万 但是今天过去不行的 都是一视同仁 不过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的 在埃塞俄比亚的农村 日常他们村民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面 白天是怎么度过的呢 今天我来到了一处大山脚下面的村落 然后发现旁边有一处木头和铁皮搭起来的棚子 里面坐着有很多人 进到房子里面 发现每个人的脚下面 都放了一个这种奶粉罐子 实际上这种奶粉罐子 是他们用来装酒的这种容器 这种白花花的液体 是他们当地人用起一种草 制作而成端一种饮料 它没有酒精味道 每次我去当地人家里或者去这种店铺 当地人都会倒这种东西给我喝 这老板也给了我一杯 但是我只要了一杯小的 因为这种液体的饮料 一般的人是吃不下去的 我每次也是象征性的喝个半杯就足够了 在埃塞俄比亚的农村 每一个村里面都有几个这种小卖部 然后都是一些白天没有工作的难的 聚集在这里面喝杯小酒 喝杯这种饮料 我只要一来到农村我就会比较开心 然后看见卖咖啡的我也喝咖啡 看见卖酒的我也要喝酒 最主要是跟当地人融入在一起 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 他们这种小玻璃杯里面装的是 他们自己酿的白酒 其实度数很高的 60度以上 罗斯粉他还是当地人 他喝了这个白色的饮料 他直接老子也搞得嗡嗡响了 当地的男人他们其实是特别喜欢喝酒的 我经常去这种小卖部里面 能看到很多男的 坐在这种小卖部里面喝酒 但是他们喝的不多 一杯啤酒他可以坐在那里喝一个下午 但是基本上农村的人他还是喝白酒 因为这种白酒他是特别实惠的 只要五块钱一杯 当地比五块和人民币也就三毛多钱 就相当于一个人花一块钱人民币 就可以过完一个飘飘欲香的下午 但是埃塞的男人他们几乎是不愁香烟的 这次我们给他们的香烟 是他们看见我们的香烟不一样 可能是中国来的 所以说他们也想要一支 这门外面还做了一个当地的大哥 在喝这个白色液体 罗斯粉丝直接喝了一杯之后就蒙圈了 最后咱们都准备撤了 然后把当场喝酒喝饮料的 全部当买掉 花了220块钱当地币 和人民币178块钱吧 老板娘看着我们也是特别的热情 把他们的蛋都抹掉 然后追着出来把他煮好的胡豆和玉米 送给我们吃 视频中的男孩子叫罗斯 他现在是在帮我工作 算我的半个翻译吧 为什么算半个翻译 因为他现在的中文能力 只能简单的和我沟通 所以最近有空 我也在教他的中文 每次教完之后 他都会在他的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复习 这个女孩子叫扎海罗 她之前是在外面把他们玉米 因为雨季 然后来到了我家里面帮我做清洁 然后煮饭 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 他们两个人的工资我给的多少 其实他们当地人在外面的工厂 或者餐厅上班的话 他们也就只能拿到个两三千块钱一个月 和人民币就有100多200左右吧 但是他们在我这里工作 我给的是五千起步 然后按照平时他们的工作能力 在网上面加的和人民币就是300多400 然后呢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情 因为昨天我直播的时候 有一位网友朋友 他给了400块钱 说一个给他们两个人200块 相当于他们平时正常人的一个主动东西 一个月 这个还在咖啡 罗斯文好像还在房间里面学习 还是在睡觉 罗斯文 来出来 过来 好吗 可以 还是你说两个 学的怎么样呢 床部会 过来我给你们说个事情 过来快 约过来 做过来 好的事情 两个人随时都把那个笔记本带在身上的 睡觉都在写 上厕所有没有写 你给了 你给了 布林克斯文 罗斯文 没有 我以为你上厕所都带着 然后昨天我不是Live吗 Live 昨天 然后里面有一个中国的哥哥 他一个人给你们3000块钱 知道吗 你们一个人3000 换成你们的币是3000 人民币是200 一个人3000 谢谢 这个中文会说吧 谢谢你 好等下我跟你们说他叫什么名字啊 我想把钱给你们 一个人数3000过去吧 这是6000块钱 好像是第一次啊 其实平时我也不怎么直播 然后直播的时候 又不怎么讲这些事情 谢谢 谢谢啊 这个3000块钱就相当于 一个阿爸想 One month One month Sanary 这个gift有点大啊 是不是 这辈子 你这一辈子第一次这么大的gift 第一个最大的gift 可以 我跟你们讲他叫什么名字啊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网友哥哥 然后他的名字叫这个 他的推格推格的名字 你读一下 能不能读出来 对啊 他有一个是英格尼西 好现在感谢人家中国的哥哥 他给你们一个很大的礼物 你们应该感谢别人 怎么说感谢别人 对你们的支持呢 因为他是今天给我说的 然后也是第一次我遇到这种人啊 好 一个英文 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懂 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 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 只要你能说说你爱我 我这黑板上面写的牛牛约约的 现在罗斯文在用翻译软件出来 看正式的文字 哇他写的可以 你看我我们他 啊不错非常不错写的 只是说他们当地的文字 安巴哈拉语写是一种符号比较多 跟我们中国的文字一笔一画的完全不同啊 来将就吧 这些汉字罗斯文你会吧 会 罗斯文他是会的 等一下的话 我把它交了好之后 然后你再交啥 因为他刚刚开始学 他很多东西他不懂 ok 你们的 对 你要把这个得 是在得 一定要给他解释清楚 给他说清楚是怎么运用的 他几乎都是通用词 什么是what what what means what means means是意思 那个还没讲 what 什么 其实对于他们两个说 他们两个非常的想学啊 然后笔记也是每天晚上的四分看手机在学 然后扎哈拉在房间里面都在用笔记文记 是这种是最好的 因为有兴趣他就能学得很快 你们是什么 他们这个是什么 你们 这个那个的心 你知道 what 这个 这个 你可以 他们那个里面 是什么意思 这个现在是二神水 四人之五 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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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明白没有 明白没有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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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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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还要清 也要清了 金 金 今天 对 不是今天 其实可以死 金 今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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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笔记全部也做好了 我们教一教完了 他全部懂得吗 明白没有 现在 哥们都知道 明白明白 你现在教一教他 你现在教教他 你现在教教他 他 他们 你 你 你 明白的 明白的 小的 小的 四个 四个 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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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他知道主动抢达了 现在 哈哈 星期七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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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礼拜天一样 星期八都来了 没有星期八 今天 就试试一下 罗斯文你教他 你教他 不懂的 你们再问我 这些东西 罗斯文你教最好 怎么样 哈喽兄弟们 前面不是看见 他在自己学英文吗 然后 罗斯文的中文 跟我两个沟通还是可以 然后我也跟他们说了 有空的时候 我就教他们中文 那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 教第一节课 我先教他们的 中文的数字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我知道你知道啊 现在是采利子 number 啊 现在他们的罗斯文 也准备好了 我现在去前面 给他们讲解一下 怎么说 这是我在上面 写的我们中文的数字啊 就简单的 这样子分化的 我感觉这样子 应该是可以了 这个数字 你会吧 啊 罗斯文是会 对 扎好了 昨天其实我教过他们一遍 扎好了以后一点点 现在再给你们重复一遍 OK OK 啊 来 从这楼开始啊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 三 三 他来 他来 三 三 六 四 三 七 十 一 一百一十一 一十一 摩托阿斯拉安特 一百十一 一百十一 一百十一也可以 也可以 对的 这个有点大啊 这个数字 one billion one billion 啊 什么零呢 你别给他说 让他自己说 这个他们最难的 昨天下午我搞这个 搞了半个小时没搞好 一按 一一 一 一一 嗯 这个有点大 你们这个字 摇 摇字不出来 我给你记一下 他这个不会 我看罗斯文他是比较厉害啊 他一个都没有笔记 看来你是全部都会 我会 我会 好你会 扎哈里的笔记全部记满了 他可能会慢一点 因为罗斯文他是有基础的 然后等一下 用 好 现在你给他说 让他记 等一下我 简单一点的给他 嗯 好 那把没有说对吧 我先记住了 罗斯文只说到六十 ok 70 son saves 三天 三天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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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你看 你看 他能够把拼音写出来 四声 四声 哦对 他前面写的是一 你把拼音给他写出来吗 但是你写错了 这个是一声 这个是二声 这个才是三声 这里写的反复了 但是他在你写啊 非常不错 看到罗斯芬有这个潜力的 怎么样兄弟们 他只是说没有跟中国人接触过 所以说他是对这个文字特别的懒 罗斯芬是在用一两年的接触时间 他对中文也有很多 所以他写的比较简单 再一个他本能就会很多 然后昨天我教了他们两个小时吧 然后今天一拿出来 结果都可以 确实很进步很大 等一下我在考考试 看一下他们能不能把这些数字 我念的他能说写出来 不要带笔记本了 直接上去 我们来跟着你学 0 1 2 3 4 1 你不是 O1 不是 M3 1 好 现在我来考试螺丝粉 我给你说一个数字 然后你把它写出来 8,643 43 8,643万 1,252 可不是 写的对啊 罗斯文对了 8,643万 1,252 罗斯文可以了 赞海伦可不可以 不会 现在让罗斯文去讲罗斯文 因为赞海伦他现在才学两天 他的记性还不好 罗斯文全部都会 然后今天就这样做 好 好